那个不透越越轻松 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吗 因为那个黑带子变成了对我的额外照顾 那个我用黑带子给你装吧 因为那个变成了男生捉梦的对象 哎呀 啊 没来这个 也因为那个 我妈甚至没有资格见他们了之后一年 我的妈最后一年最后一年 你来着那个呀 那个我们很少直呼其名的东西 就是月经 我叫阿妙 在我的一生中要来四百五十次月经 大概是两千百三十五天 相当于我人生中有七年 都是和月经一起度过的 可我却不如对她指呼其名 因为我们的历史早早的 就已经给月经打上了 污秽的牢 在大姨的世界里 今期的女人身子不干净 会亵渎神灵 会给周围的人都带来厄运 她说自古以来 婚丧嫁娶都是不允许 今期女人在场了 哪怕那是想见妈妈最后一面的孩子 因为恐惧厄运 机会亵渎神灵 我们的先人 是真是层层的规矩 月经只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它是孕育生命的一部分 但直到今天 我们都没能在性教育里 为她成员招学 根据统计 百分之二十一点三的学校 没有关于性教育的教材 有的 大多是显显的生活卫生指示 但是月经羞耻变成了黑带子 其实正在一点点的被割开 而我也不想再被她招住了 那个 我用黑带子给你装吧 不用啊 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哎呀 阿宾来这个了 笑什么笑 有没有常识啊 没办法 你拦着那个呀 妈 今天谁也别想拦着你 因为月经 它只是月经而已 感谢